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两件事 这个本身是一个拍卖物业 后来我们临工地与业主沟通了 亦与商业商业商业 结果这个物业没有拍卖 直接卖给我们 一个 pre-option 的买卖就完成了 两方面都开心 因为真的买到自己的生活好 而且这个比市场价便宜大概100K 大家好,我是Jo 今天想带大家来到伦敦的西面 一个我很熟悉的地方 Earling Broadway 因为我住在那里 在一个四房的townhouse 这个四房townhouse是很特别的 用了十日时间就已经是 Mick Offer Exchange Contract和Completion 今天就是Completion 拿铰匙 其实也相当满意的 Earling Broadway 之前也介绍过了 Fusion这方面是Zone 3 亦有Central Line、Elisabeth Line 在这个位置走到这个铰匙 只需要大约十二、三分钟左右 这样就可以到的了 本身这是一个屋苑 这个屋苑也是一个很大的屋苑 有些屋苑式的管理 亦是很安静的 譬如你开车进来 基本上你在这儿住才进来这个屋苑 相当优静和环境非常漂亮 事不宜止了 就带大家进去看看这屋苑是怎样 也给大家看看这屋苑的外形和周围的环境 这个是townhouse 你看到这种类型的排屋 前面有个泊车位 旁边有棵树 这棵树其实跟Agent 谈过 或者有机会可以移走 也未定的 这里就有一个位置 你看到是一个屋苑 这屋苑其实都是这一类的六七年代的townhouse 这边其实有个花园 我带大家看看 这个屋苑虽然是freehold物业 但它也有个management fee 要给予在这些公众的地方 可以有管理公司 可以打理一下花园 和这些公众地方 都挺漂亮的 都不小的 我准备进去这屋苑里 前面其实有个旋逢位 这个灯其实是有一个sensor 走过就可以自己自动着的 这样也挺好的 而且在门口前面 其实有两个cupboard 本身是安装了一个boiler 因为其实都很普通的 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你看到外面可以透气 下面就有个位置是放落索桶的 这个屋苑里也有超4尺的 算是挺阔的 还有这个是townhouse的特色就是 下面通常是车房的 但是这个其实本身的车房已经改建了 所以更加多的善用空间 车房本身是在这边的 我们先看看这个左边的位置 现在做了一个很大的储物室 其实这里也有50尺 这个车房原本的样子就是这样 这里 这里还有少许储物的空间 另外一边这里 楼下也有一个 有一个 厕所 这个是有窗的 不是黑厕来的 有个棋杆在这里 所以挺方便的 这里走前一点就有个位置 就是可以挂一些大衣 走前一点就有一个 utility room 洗衣房 洗衣房其实也是不小的 都有50多至近60尺 陆续都是这里 又看到 楼梯底 楼梯底就更加是 一些 又可以放在窟层机的 所以 就储物空间 其实这一层来说 就比较多room 又是另外一个储物室 很多储物室 这里其实就有一间小睡房 刚才我说 在楼下 算是对着花圆的睡房 这里我睡房也不算很大 大概是 不够60尺 可以放到 是小的 商人床 这里也有个櫃 可以放下 放下衣服都可以 去这里 就有一个 花圆 那个花圆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这个 屋苑本身是一个很漂亮的 communal花圆 但是 都算是有一些 outside space 可以做一下 BBQ 这个花圆 大概就是 大概200尺左右 应该不够200尺 旁边就很简单 就有些花槽 可以种下一些花 这里就有铺了石 其实这些石 可能都可以清洗 就比较好 因为前业主 其实都住了 40年 所以看到 都是要维修 我们也看看 这里后面 家屋后面 的情况 这样 这样 OK 接着我们再上去 再上去就是 一楼 一楼本身就是 很多都是铺了地毡 这家屋 其实 现在我们上到一楼 主要是客饭厅 就是一楼 这个客厅其实都挺大的 接近有200尺 还有 有没有看到 这里旁边全部都是窗 这是大窗 其实很光亮 下面也有 这些电炉 其实这个客厅 就挺好洗的 方方正正这样 只是做客厅 其实都挺足够的 OK 接着我们再看 就是 饭厅 饭厅 其实 这里就有一个 烫门 这里就有个 饭厅 饭厅 大约是100尺 我开了 灯 看看 还有有没有留意 都是有两个 很大的窗 但是如果是放个四至六人的餐桌 都可以走动 我们再看 这个厨房就是这里 现在这个 kitchen 那个kitchen 有一个很大的窗 其实我这家屋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很多窗 变了彩光是非常之好 OK 就厨房 厨房也有厨柜 厨房 那款 这款未必算是很modern 但是 可能是十几年 但是就抱持得算是很好的 那这里就一个冰箱 那这里就一些柜桶 那这个wetrock 就是lemonate的wetrock 都是 都是一些很大老的款 原本的oven 电磁炉 电磁炉 和那个 焗炉 可以看到 上面 下面 都有一些 挺好的 储物空间 OK 接着我们上二楼 二楼 其实在楼梯 就和楼下一样 这里就是地毯的 但是其实整间屋 最主要全部都是lemonate floor 你看到 就是一个 都很sandard 一个lemonate floor 是的 这一层最主要是寻区 那我们先看看洗手间 洗手间 就在 入到来 上到来 这个左手边 你看到 四幢墙 都已经安装了 瓷砖 都是 颜色 都是比较 膝图 都是 比大众喜欢的style Size来说 大概有 不够六十尺 其中一间房 这间房 这间房 大概100尺左右 可以看到有很大的窗 可以看到 还有 墙的color 都是一些米色 感觉上 都是很neutral 很舒服 也看到是lemonate floor 这间房门 门 因为这个大概是六七十年代的townhouse 所以门来说可能都是那时代原装的门 但是这个也挺好的 它有一个挺大的衣柜 这个虽然不算很luxury 但是也起码有 挺好的 接着我们再走 就是 另外两间房 这里其中一间 是大一点的 可以说是主人房 都有八三尺左右 一样是有一个很大的窗 看到这里 也很简单 有一个入场衣柜 其实也挺大的 其实也很简单 一样 可以在上面放下手袋 下面可以挂衣服 挺好的 OK 接着我们去 就是第 三间房 这间其实应该是最小的一间房 最小的房 大概是六十多尺左右 六十尺左右 你看到 因为那里是一些 楼梯那边的 所以就有这样的 box 都很普通的 有些 就可能会在上面加个櫃 或者你可以 把它弄出一点 就当一个书桌 也可以 这里可以考虑做study room 也有一个很大的窗 OK 刚才带大家看了这间位于建议 Inning Broadway 一间 四房的townhouse 这间房其实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首先两样东西 这个本身是一个 拍卖物业 后来我们其实 成功地 和业主沟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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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这个物业 没有去拍卖 直接卖给我们了 一个 准备的买卖 就完成了 所以之前后 我们从体育到结果 只花了十天时间 其实就是拍卖物业 原因是为什么呢 和经纪 也见过 舊业主 和他谈 原来 原来 其实去年是一个八百 大概是八十多岁 七十至九十岁 他当然是想买了一间房 因为这间房子都是四房 还有几层 他自己一个人住 不需要那么大 还有想买一个小的 简单的物业 第二 因为之前 买了一个 Lifetime Mortgage 的产品 可能 那时候 不小心 没有看到 条款 原来 他那里 就有限期 一定要还 Mortgage 如果过了 他就要 赔很多钱 赔多少钱 是百几千 大概是 八三至百五千 左右 赔回 你的Mortgage 还要赔这个钱 当然 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对不对 所以 他就 后来 所以就决定 拍买这个物业 因为拍买物业 可能他就有 有个条件 就是 一定要是 什么时候 之前 要 这个 这个 Purchase 我们的客户 其实 在大概 两个星期之前 才开始接触我们 想找 E-link-Botway 这边的楼 主要想买屋 他的价格大概是 800K 他就想买 在附近 或者 远一点 例如 Lawfield Boston Manor 附近 都可以接受 因为800K 老实说 在E-link-Botway 如果买一个 例如三房的物业 是少少问水 如果是一些比较漂亮的地点 所以他都知道 所以他自己 也不介意 是想找 在外面 E-link-Botway 市中心的位置 找我时 也有一间 看中了 亦被我看过 那个是在 Lawfield 附近 因为之前 他看过 也不太多选择 800K 后来 我跟他谈了 原来 除了想买屋之外 其实他很想 可以前面 泊车 其实 如果你是 有泊车位 如果在E-link-Botway 市中心 或是 Lawfield 市中心 都是挺难的 因为他很多时候 要泊在街 两旁 比较多一些 维多利亚式的房子 当然 后来 我看了之后 我就 尝试搜索 有没有其他更加适合的 物业 给他 其实 刚刚 让我搜索到 这间 我觉得是 笋 是一间 E-link-Botway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位置 他的位置 叫做Castle Bar Road 去E-link-Botway Town Center 或是地铁站 都是只有十三十几分钟左右 但周围的环境 刚才看到 也是很静的 因为那边 E-link-Botway 主要是两种屋 以市中心来说 一是一些维多利亚式的屋 另外一些就是 Town House 和Town House来说 也有一些是 屋苑式管理的Town House 不只是刚才那里 其实也有五、六个类似的屋苑 有些就是Flex 只是Flex 有些就是Apartment 有些就像刚才那样 就是六、七十年代左右的Town House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屋苑 跟他说 这间地区相当不错 市中心又不是很远 而且最主要的附近环境 就是相当优静 但这间拍卖物业 就是最棒的了 但你也要比较 而且你不一定买到 对于拍卖物业来说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 跟A种接触 所以我们另外 就看了另外两间物业 一间就是 这间屋的对面 斜对面 是830K的 亦是四房的Town House 另一间就是这个屋苑对面 也是正正的那条马路 对面就是另一个屋苑 就是一个970K的 一个四房的Town House 四至五房的Town House 其实就是 但是这两个Town House 其实也有些不同的 830K的那间 那间其实就是 跟这间都很相似的 因为是同一个屋苑 那间的客饭厅 就在一楼 还有一个厨房 但是我们进去看了之后 虽然是830K 但是有Condition 比这间差很远 差很多 如果真的要买了 都要花30-40K 做一个很基本的装修 才可以住得 第三间 就是970千的那间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本身的屋主 就是现在的屋主 是一个architect 太太是做室内设计 可以想象有多漂亮 里面是一些 英国人很喜欢的设计 不过客户 反而不是太喜欢第三间 为什么呢 因为那间的装置 其实一般的Town House 都是在底下 在Ground floor 然后客饭厅在一楼 变成来说 他煮完饭 就要拿些送 就上去一楼 而且不可以做一些互动 对比起刚才我们看到的那间 虽然的徐宝不是很大 但是你煮完送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拿到饭厅 所以他看完三间之后 更加知道自己 是喜欢那间 拍卖物业 原本拍卖物业 这间是650K 我们后来就跟业主说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间 他说是很喜欢 当然如果要走到拍卖 就没有保险卖得成的 我就建议了 不如我们跟业主 业主做一个 Prioption的negotiation 希望他 不要拿物业去拍卖 卖给我们 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要出一个价是可以成义价 可以令到业主改变心意 当然你出手不能太低 end up 来说 我建议了 不如出一个比较 aggressive 的价钱 但仍然是低于市价很多 以市价来说 以这样的layout 地方 以及condition 来说 例如在SUPER 估计是830k至880k左右 900k左右 所以来说 仍然是一个低水 我们就出了720k的价钱 很成义价 当然这是一个很吸引的成义价 业主也是很有 听完之后 当然客户是cash buyer 所以后来我们就 开始negotiate end up 来说 我们就以730k 就买了这个物业 其实两方面都开心 因为真的买到自己的生活好 而且这个比市场价 便宜大概100k 对于业主来说 最主要是他亦都喜欢这个地点 亦都喜欢这个物业 今天我们的分享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观众 可以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的影片 多谢 拜拜 我们其实也有一个英诗的伦敦频道 希望大家 想是继续支持我们的话 亦都可以subscribe 这个频道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亦都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是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w